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何必多言 答案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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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造这个史燕文的角色 当时那个布袋戏叫做 这是黄俊雄布袋戏 那个黄俊雄布袋戏 创造台湾电视史上 没有人有办法破了纪录 百分之九十七 那第二项 第二项是什么 甩脚 当时日本甩脚引进很多甩脚节目 当时我们全台湾省几乎 除了看布袋戏之外 然后再看甩脚 当时国际明星 实际甩脚比赛 有出现一个超级巨星 叫做马场 身高两百零九公分 第一次到台湾来是民国七十二年 当时小弟跟他认识到 到前一阵子他过世之后 之前我们都有保持很密切的联系 那我曾经问马场先生 我说听说你一辈子很少看电视 他说对 那你为什么很少看电视 因为他是一个职业 摔脚显手 所以他平常没有什么其他兴趣 就在那个时候 早期就是日本有一个世界哨棒冠军 叫做调部队 然后来台湾访问的时候 那我们当时就用红叶哨棒队 来迎战这个世界冠军的队伍 这个世界冠军的队伍 到每一个世界各地 发展棒球很早期的那些国家 他们都是打赢所有的比赛 可是他们到台湾 很抱歉 赌到我们的红叶哨棒队 红叶哨棒队人数很少 他们那个国小很偏延 那这个世界冠军的队伍 本来想派那个二军或者三军的 其实我们红叶哨棒队只有一军 为什么只有一军 他的人数太少了 几乎要成立一个棒球队很困难 结果我们把他打 打那个四日冠军 把他打那个落花流水 打到什么 泡在靠 几乎他们全日本的人 当时好像不到一亿 现在已经到一亿 听说有半数以上的人都在哭 听说 半数以上的人都在哭 所以马长先生之后 他就看两种节目 第一个节目就是 有关红叶哨棒队台湾的发展 那另外就看一个节目 就是台湾有一个拳击手 那个叫做 当时在日本他把他形容为怪拳 什么叫怪拳 一般我们拳击选手要比赛之前 比如说这边有一个对手 那这边是邱永天 不是讲错了 是一个拳击手 这个拳击手经常是这种动作 意思是说要打来说 不要打来说 那个另外那个 这别的国家的 在那蹦蹦跳跳 你跳五分钟 这个连动都没动 连动都没动 就这样 这个拿起来比较像 他的意思是说 你如果不怕死 只能穿过来 这个动力 以我现在来看的话 就是说 实力够了 然后什么 那个稳子 相当的稳 就好像我们在做每件事情 你稳的人跟不稳的人 天差地别 差太多了 那这个拳击选手呢 他还有另外一个特色 就是他做的事情 都不喜欢跟人家一样 比如说 他喜欢到鬼屋里面去拉剧情 你要知道 到鬼屋里面拉剧情 是赚不到钱的 真的是赚不到钱 要不相信的话 在做两万多个人的时候 我教你拉 你到鬼屋里面去 万一赚到钱的话 这是台湾另外一个奇迹 我告诉各位 拉剧情 这个拳击手艺 他八个礼拜 八个礼拜 赚五十块 你们听一听说 鬼才相信 这个 你要不相信的话 礼拜六礼拜天 所以到鬼屋去 这鬼屋没有柱子的 真的是没有柱子 你知道吗 民雄鬼屋里面没有柱子 就不用讲说 你到哪边去看 你问人家就好了 人家给你逼到够 这个鬼屋里面 一直都是 光会在那边 但是这个剧情手 从头到现在 已经表演五年了 不相信 等一下上网去看 2010年元月十七号 到现在还在表演 有人问他 你什么要终止你的表演 他说 只要我不中风 行动还方便 我都会来 人家会问啊 你赚不到钱 赚不到钱 我已经赚五年不到 赚不到钱了 没差到那里了 所以这个叫什么 他说 他这个个性跟他不一样 那个性跟他不一样 个性跟他不一样 像他说打滚跟他不一样 他也不叫做多才多意 他想到什么 他说到什么 他这个人不擅长他讲话 有时候说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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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台语 这打滚头的 他说国义后来说 骗人的啦 人家说真无声明来 真无声明来 不可能 那种打拳级的人 还有任务的人 落后讲话 你看 张晓燕就是一个例子 很会跳舞 很会讲话 不会唱歌 这实际上的例子 这个 今天讲这个 是有关说 将来大家 毕业之后 你要像谁 你要像我们今天讲者 哪一位学习 随你的方便 随你的方便 这个都无所谓 这些人 没来没去 一台跟我拢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意思不是又叫我 但是这不行 稍等 如果还有时间再叫 我讲话比较随性 我在那里讲一个点子 给大家听 我在民雄鬼屋里面 从来不讲鬼的 我上电视台 台湾所有的综艺节目 我都上过 很多以前认识我的人 都说一句话 一口笑 我以前五线谱看不懂 我44岁带选手到德国去比赛的时候 才接触到这把剧情 那时候我五线谱真的都是不懂 那我为什么回到台湾 为什么会到民雄鬼屋里面拿剧情 这是我当时的体重 72公斤 短时间里面变成123公斤 现在比较好 这101刚好 所以叫什么 怪要怪到什么地方 这个个性比较奇怪 那个怪 我到民雄鬼屋 这五年来 我就有一个想法 我很执着 很龟毛 真的是很龟毛 这个龟毛也有一个好处 就说好像大家以后要做事情的时候 譬如说我们以后出社会 然后应征工作的时候 老板 现在都理工这个 22K 几K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你认真地做 你认真地做 现在还没出去之前 你认真地重拾你自己 出去不管什么22K 老板 整体都算了 二十钟就好 那两钟 生掉 他看来他在海牌 搞不好 他咬 这孩子开始成功 我要两万日后 他没有 两万 你要告诉他 我的个性 他跟那个 鬼屋的幼稚是在误了 你要告诉他 你不告诉他 他不知道 对吧 所以 这有加分效果 你要告诉他 那是我说有加分效果 为什么你要知道 这人空固 就变不空 你如果不相信 空固就变不空 不然你现在看看 空固就是变不空 所以有人问我说 你到底是什么来头 我在鬼屋里面 最喜欢问你就是说 你到底是什么来头 我说我真的是没有什么来头 一辈子就做一个工作 就修叭 可是我在外面 就是没有跟人家争吵过 因为不爱修叭 叭在外面 我们在嘴里较重 像我们 我真的在外面 惹事生会 我们法官要判起来 应该是比一般人重 除非我是不小心把你拐倒 你自己跌下去死掉 除非是这样子 要不然用全体打你的话 我看这个罪本来是无奇 一定要实行 其实我讲话真的是无头绪 想到什么讲到什么 他可能最有兴趣的就是什么 唯有真的鬼 其实我说 鬼越恐怖 人越恐怖 我现在就随便举个例子 用举手的哦 鬼有比胃硬冲 太厉害了 如果是有 厉害了 没有别人厉害了 证明什么 这个叫什么 正念 这个叫正念 很简单一个正念 我现在来说 鬼有比胃硬冲 咳 夭壽的大家厉害了 吃辣了 我稍等不知道怎么再说 说不下去 所以正念什么 真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嗯 实在说到现在 三四分 这就像我说得到的 这可不可以邀请单位 说这个以后啊 鬼夫人的乔永天 千万不要邀请 这个邀请他来 是来乱的啊 那人说他是来乱的 很麻烦啊 但是有一点 不要偏离主题 这个不要偏离主题 这个触动 这个触动这个东西 我会想不想 有人这样欺识 有人举例 像我举例可能会不会好听 我会说会不会受伤 如果说 经过这六位讲者之后 大家综合起来 这种金水连说 扣一双麻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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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人扣一双 好 扣一双麻烦啊 不要用 大家记得 如果演讲的情统 不要扣车往天 打滚头 不可以叫我啊 有什么不可以叫我啊 你知道吗 他要去扣一双麻烦啊 这人哦 七十二公斤的 变到百几公斤 扣到一双麻烦啊 所以如果有前级表演的 不要叫我去 文贵鬼叫我来 不要紧 吹牛的叫我去 没有关系啊 为什么叫吹牛叫我去 看过 对 把人吹吹 我们把它扣起来用 我们对着蒙吹 我们对着蒙吹 等一下我这个剧情 我想借给大家随便摸一摸 以后人家在电视上表演 你至少说 这个我以前也拉过 就要等一下 就等一下 你们叫什么 拿那个照相机拍一下 自己破上网你知道吗 可是你那个录影模式不要用 就只能这样就好了 这个一个效果 什么效果 有人说 我也要扣过啊 不可以跟他们说我没有扣 我不要扣就好了 那就是什么时候 后来你出去吃饭了 饭子问说 你到底有没有经验 你说有 刚毕业 你有什么经验 我一开始我爸爸说啊 一年换二十四个老板 让他吃饭又渣渣 这样听懂吗 一开始真的也没什么关系啊 趁你们年轻 这样也没什么关系啊 一年换二十四个老板 那回家吃尾牙 还来得及 这样听懂吗 年轻时候是可以这么吃 然后年老时候 就像我这样吃就好 很执着 就在民雄鬼里屋里面 一直拉剧情喔 他没有做其他事情喔 我现在是零收入你知道吗 我现在是等于有牌照的那个 那个什么 不是 乞丐 我是有牌照的啊 我是张张的 乞丐的牌照 可是我只有在民雄鬼屋里面表演 所以我说喔 现在时间差不多 在刚才好 所以这个好啊 发病 发病怎么可以 别人不记得了 如果演讲就别叫我 表演这个可以 好 谢谢 我开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